這裏就是後海站B1出口 上了一層後,整層都是不同種類的餐廳 左邊有眼鏡、衣服、電子煙 前面還有很多吃東西的餐廳 男士的理髮店都有 這間有吃蟹 裡面都坐滿人 有火鍋店,我已經聞到一陣臭豆腐的味道 何忌花甲和韓式菜 左邊叫做成天都想吃 這間就是成都的小吃店 不同的時裝店都有 這裡就有一間貓山王的日報 這裡有一間叫起傘炸串 有些臭豆腐是$11.6 串燒牛肉是$11.8 主要是串燒為主 這間是買芝士蛋糕 下面有師傅在做 這間就是賣包子 旁邊就是酸蜜粉店 這間就是廣州的牛雜店 前面有一個叫寶利美食城 裡面全部都是吃雞為主 這間就是加進去的 這裡是加進去的 就是coco 高河 就是野飲的 秋日限定九個的一杯野飲 就是奶茶為主 旁邊就是一間亭記豬肚雞 我們就是推薦香辣雞煲椰子雞 旁邊就是推薦香辣的 這間是推薦鵝掌的 上一層有一個國際影城的 這間是百利家的 招牌菜就是炸雞的 旁邊有一間村菜 成都菜 這間是意大利披薩店 另一邊有一間很大型的火鍋店 就是燕烤牛蛙火鍋 這裡有一間意大利餐廳都挺高級的 價錢也相當經濟 沙羅全部都是十多元 也有肉的 海大沙律、水果沙律、魚沙律 人氣金瘡魚沙律是十一元 這裡有一些菜可以配 就是蔬菜類的前菜 旁邊有一些小腸也是很便宜的 這些是人氣小食片本 二十七元一碟 都好像很多東西 這裡就是意大利披薩店 他們應該是主打披薩的 披薩都非常便宜 二十元之內一個 它寫著六英寸 有些八英寸是三十九元的 然後他們的意粉類都是很便宜的 二十元之內 也有黑色的蜜魚汁意粉 種類也有很多 種類也有很多 這就是主菜 那些鴿扒的西餐 然後到人見人愛的甜品部分 甜品也有很多花款 有雪糕、有蛋糕 每樣東西都有很多種花款 這間叫做 這間叫做 Italian Restaurant 這間叫做 這間叫做 就是這間 進了美食街之後 一進來就是 這間兩邊都是 餐廳和店 這間是女生的食物店 這間叫做 酸奶水果 好像有些冰透葫蘆 這個就是它寫著的海岸城 旁邊的環境都很舒服 用來大家都不錯 今天是星期日 所以很多人 劉大夫中醫 中醫也有 這裡 這間就是非法店 可以美髮、美羊、美甲養生 旁邊又有另一間 中醫的診所 這間就是牛肉火鍋店 這間就是雲南菜 另一邊就是一間村菜 這間就是 你想吃不同地方的食物都有 這間有炒餐廳 有絲滑奶茶 這間就是雙送飯 價錢都很經濟 這間雙送飯 所有菜都是12元一碟 如果買兩碟就14元 這間就是一間自助餐廳 這間就是自助餐廳 這間就是自助餐廳 讓我們進去看看有什麼食物 還有價錢、行情如何 這間就是自助餐廳 這間是快團大優惠 中午1點半之後 是15元任吃的 下午7點半之後 也是15元任吃的 這間就比剛才我說的那間雙送飯 這間就是一百年傳統的珠菇 這間就是小腳店 這個就是湖南粉麵小食店 這間就是理髮店 價錢也是相當經濟的 男士剪頭髮是30元 女士35元 學生就25或者30元 看你是男還是女的 洗剪吹就加10元 如果染髮燙髮就200元 這間就是韓式火鍋店 韓式火鍋店 旁邊就是一間日本的居酒屋 吃日本料理 這間就是每日手工新鮮整起的包子店 一間沉口 幾天 就是一部 一間沉口 我有一間沉口 我發現